沈腾老婆王岐的一句话 让玛丽尴尬得脚趾抠地 面对正宫的嫌弃 玛丽只能无奈陪笑 作为喜剧人 台上搞笑 台下心酸 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 玛丽被沈腾老婆当中嫌弃 长远扮女装 被骂是人妖 谈到爷爷常宝华 总是充满遗憾 如今 这两人带着新作品 礼貌扮太子和观众见面 搞笑与心酸 是他们身上的共同特点 玛丽在礼貌扮太子中 饰演男主的夫人杨家珍 从小习武 爱打抱不平 在夫妻关系上 女强男弱 看着玛丽抱揍长远 把长远欺负的委屈爸爸 喜剧效果一下子流出来了 这几天不幸 我来事了 玛丽和长远第一次扮演夫妻 两人在床上按摩 在饭桌上打情骂俏 这次林丽姐也是第一次演夫妻 火花肯定是有的 但是遗憾就是 她老公也在监视器那住 所以这火花我们得 得捂着点 媳妇 我想跟你比憋气 演员演情侣 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在此之前呢 玛丽沈腾的情侣形象深入人心 如夏洛和马东梅 马亮和秋霞 不过 这却令沈腾的老婆打翻了粗坛子 2015年之后 玛丽和沈腾很少再出演情侣了 无论是综艺还是活动上 二人都下意识地避嫌 甚至在王牌对王牌中 变成竞争对手来PK 从前的他们日夜排列 为春晚小品苦熬 为演出熬夜爆肝 在表演服不服时 沈腾忽然忘词 玛丽现场接词 赌包袱 全靠老友默契 明明是同甘共苦的战友 在成名之后 他们却因为各自的家庭渐行渐远 好朋友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处处避嫌 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 长远在电影中再一次说起相声 他一人分饰两绝 演太子时威严庄重 演礼貌时卑微软弱 两种语气不断切换 游刃有余 台词功底十分出色 殿下 您请坐 我不想坐 我不坐 你按我干什么 坐吧坐吧 不坐不坐 坐吧坐吧 遗憾的是 这样的光彩 爷爷承宝华没机会看到了 在长远三岁时 长宝华就开始教孙子背灌口 每背熟一个灌口 就奖励孙子一串糖葫芦 他还专门给长远写了一个相声剧本 小皇帝 带着长远去少年宫演出 熟悉舞台 除此之外呢 长宝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将六岁的孙子带上春晚舞台 一起表演 对话去谈 爷孙对话 比如说那有吃的 那有吃的 我吃那个 获得了满盘货赛 长宝华费尽心思去培养长远 希望长远能够成功成才 可是长远却越来越叛逆 不愿意但我有想跟他同台 因为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坎儿 你知道吗 我跟他上台压力很大 从小而我爷爷对我很严格 长大后 长远离开爷爷的庇护 成为了小品演员 为了成名 他常常在舞台上男扮女装 踩着高跟鞋 说话娇滴滴 自称孟特娇 我现在叫孟特娇 其精彩的表演 收获了许多称赞声 不过也有观众不理解他 说他男扮女装 有点像人妖 顶着压力和嘲讽声 长远努力前行 逐渐在电影圈 闯出了一片天地 近年来 他参与的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 羞羞的铁拳 叫好又叫做 长远终于成名了 可惜长宝华 却没有看到孙子的荣光一面 2018年 长宝华去世 长远说 希望有一天 能够做出一部 让爷爷满意的作品 相信爷爷 在天上会看到他 欢乐与悲伤 组合在一起 就是人生 这是玛丽 长远的现实生活 也是电影 李冒伴太子 想要传递的信息 好的喜剧片 不仅仅是逗观众发笑 而是让观众认识 现实的残酷与悲伤 但是依旧乐观前行 以坚强积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